欢迎大家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今天是周二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市场的情况 那么昨天澳洲股市应该说是气势如虹 一举是突破了5900点大关 创下了过去两年以来的收盘最高价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澳洲股市也终于是跟上了欧美股市连创新高的记录 但虽然目前澳洲股市依然是没有回到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价格 但怎么说它目前创出两年的新高 也算是对得起最近的铁矿石了 那截止收盘的时候 澳洲股市是上涨0.9% 收盘收在5912点 主要是由于澳洲的矿业老大 必和必拖在昨天上涨幅度超过5% 带动了大盘的上涨 那么中国股市 昨天是连涨4天 在上周连涨4天之后 昨天是出现了回调 上证指数下跌0.5% 深圳也是下跌0.6% 目前上海方面是收盘收在 大约是在3270点附近 那欧洲昨天有轻微的下跌 最少的跌0.1% 多的大约是0.5%的下跌 美国股市也是轻 几乎来说是原地踏步 三大指数的变化都非常之小 那么在其他方面 黄金价格有轻微下跌 而石油则进一步上涨 目前是达到了53.50美元大关 那么在今天我跟大家说的热门话题 就是现在的澳洲 我们说一下 现在澳洲矿业重新抬头发威 使得澳洲股市是终于有所突破 那么在上周我们连续多天说了这个中国的雄安新区 昨天又说了美国攻打着叙利亚 现在我们再把目光回到澳洲本地市场 说说澳洲自己的金融情况 我刚才说到澳洲的股市 自从2007年08年的金融危机到现在 是再也没有爬上之前的新高 应该来说是西方主流发达国家里面 股市相对表现最差的一个 没有之一 它就是最差 相比上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和美国 澳洲的股票市场 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面 始终就是在这4000点至6000点上下50%来回 并没有创出新高 即使现在澳洲的澳元的利率 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低记录 但是目前的股市 依然没有像欧美一样 创出新高 那么这毫无疑问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都知道 其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铁矿石的辉煌 它已经过去 那随着这个矿产的泡沫的破 不能说是泡沫吧 矿产这个时代的破灭 澳洲股市里面存在的大量的那些 中小矿业企业 从曾经的几块钱 跌到现在的只有几分钱 有多少的矿业之梦在这里被破碎 但是相比较中小的矿业公司 澳洲的矿业巨头 像老大必合必托 老二利托 却在加大马力生产铁矿石 那这是为什么呢 目标就是为了击垮其他的竞争者 用低价的手法来收购他们的资源 同时呢 把这个整一个铁矿石的行业 重新洗牌 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知道呢 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澳洲的铁矿石 你说中小企业来说 目前已经没有太多的作为 在过去两年的艰难生存之下 现在就算是你存活下来 目前的现金流也依然非常紧张 那作为我们投资者来说的话呢 其实我们如果你要想战胜 其他的竞争者 你必须要头脑时刻保持冷静 咱们金融投资里面有一句话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就是叫做别人贪婪 我恐惧 别人恐惧的时候呢 我可以开始贪婪 当铁矿石最热的时候 大家可能要考虑 这是不是已经开始有风险 而当大家都纷纷抛售 觉得没希望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挑选一些优质的产品 优质的企业 那么从长期来看呢 它势必将在重新一轮洗牌中渗出 比如说我们知道 像澳洲的矿业巨头必合必拖 在这个去年的时候 最低价曾经一度达到了14澳元 这个价格呢 是比金融危机时的最低价还要再低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价格 这个公司存有大量的现金 你说它拿那么大现 那么多的钱 难道是藏在棺材里去等死吗 肯定不可能 它就是利用这些大量的现金 不断地把那些被击垮的企业 把它收进来 使自己的实力不断壮大 所以说呢 我们知道呢 它虽然说它这样的做法 有的时候呢 可能在商业上来说 不是非常的得体 但是作为投资者或者作为股东 那么利益来说呢 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除了昨天 澳洲股市的大涨 除了这个矿业之外 最主要呢 就是因为刚才说到的龙头 必合必拖大涨5% 其主要原因呢 也就是因为呢 这个必合必拖的股东之一 有一个基金公司向董事会提案 建议呢 必合必拖目前取消同时上市的 目前它是在英国和澳洲同时上市 建议取消英国的上市 重新回到只有澳洲上市 那么这则消息发布以后呢 必合必拖的股价自然是大涨 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事实 成为事实的话 所有的投资者 你要买这个必合必拖股票 只能通过澳洲 那么随着必合必拖的 这个潜在可能的增长 那么其他中小 这个矿业股呢 昨天是股价是纷纷 遭遇了恐慌性的抛盘 跌幅呢 达到5% 甚至于多的达到了11% 那咱们说完了澳洲的这个矿业 还有一个方面呢 澳洲能够拿得出手 在全世界有所影响力的 就是澳洲的银行业 不要小看澳洲的银行业 其实相比较像花旗啊 汇丰啊 巴黎银行这些名头很响的银行 澳洲银行的盈利能力 一点都不比他们差 澳洲银行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银行之一 享受着和瑞士银行一样 3A级别的安全等级 同时呢 他的他的这个盈利能力 又远远超过花旗和汇丰啊 名字没他们那么大 赚钱却比他们那么比他们更多 这样一来也使得澳洲的银行业呢 成为了过去几年以来投资者热捧的一个产品之一 但是呢 我们知道随着过去几年澳洲房价的飞涨 目前澳洲政府也意识到了啊 这个银行过多的贷款使得银行自己本身也是暴露在了目前房地产这个潜在的泡沫之中 因此在昨天澳洲这个召开的啊 应该说那个叫做金融审查委员会啊 他的主席也说到目前澳洲银行的杠杆过高 要求银行呢 再一次提高准备金的比例 换句话说的就是未来希望银行能够借出去的钱要减少啊 存起来留以防万一的钱要增加 所以说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了目前澳洲政府对于澳洲啊潜在的房地产风险已经高度重视 咱们上周说过一个产品的定价来自于两方面 要不就是从需求方向考虑 要不就是从供给上考虑 你要把价格降低 只有要不就是扩大供给 要不就是减少需求 所以在一方面增加土地供应量的同时 另一方面澳洲政府也是不断的减少需求 通过增加你购买的成本 提高持有成本 来减少呢 投机者的对于啊 这个投资房的需求 所以说呢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目前是在澳洲的华人们 我们预计呢 从今年年中开始 各大银行会继续提高对于投资房的这个贷款成本啊 毫无疑问的是呢 这个贷款的政策 未来可能会偏向于向中国学习啊 就是对于不同的投资者啊 初次购房的会有非常大的优惠 有多套房产的会是以重税 或者说呢 以很高的利率带出去 好 那么今天这说的都是澳洲的一些事 咱们接着来看一下一个产品 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产品呢 就是啊 今天我跟大家说的这个产品呢 就是澳元对美元啊 我们知道从图上来看 这是30分钟的走势图啊 从从图上来看 从3月底到现在 接近于两周时间 澳元一直是处于一个下跌状态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铁矿石 在过去的20天一直是处于一个下跌啊 那么这样的跌幅到目前为止呢 似乎好像仿佛在底部有所轻微的反弹 但是呢 我们要值得注意的是 看到这两条线没有 始终没有超越这个通道啊 我们叫做维加斯通道 那么我们投资者可以目前重点关注的是呢 啊 一般来说长期下跌之后 势必会有一波反弹 即便是他以后还要再往下跌 他怎么说也得谈一谈才能下 所以投资者呢 可以密切关注呢 这个澳元对美元 在目前非常接近于这个通道线价格附近 一旦能够在通道线上方 也就是0.7540 保持两个小时以上 那么澳元将很有可能迎来 短期的一波反弹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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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